大家有没有印象前总统李登辉卸任的台仲苑办公室 住处的大楼在四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坠楼的案件 当时呢非常的震惊社会啊 那么死者是一位刘美的硕士 他在跳楼之前打最后的这一通电话 他说他杀了女朋友 警方赶快跑去找人 结果真的发现这个女朋友被杀了 而且脸部的器官还被毁容 都被挖空了 到底是被凶手带走了还是被吃掉了 这样的情节令人毛骨悚人 请检警深入的了解发现 这位刘美硕士呢 竟然有一个不畏人知的黑暗面 让女朋友很想跟他分手 没想到到最后呢竟然被杀了 翻完十分淡水这头锦销街 或有人冲上台宗苑三十楼 想不开坠楼身亡 抱歉已经有抓到他的手 也抓到他的手 我就跟他讲说你另外一只手给我 有什么事赶快上海球 不到十秒 送掉了 所以你真正看他这样摔下去 经销在男子跳楼前二十分钟赶到 苦苦香炫要男子打消灭烤舞 他跟我们讲的是说 被一对香港的一对男女 骗了很多钱 打给他母亲的时候 内容是讲说他把他女朋友烧掉了 过对电话见个人就往下跳 保全和消防队已经要抓都抓不住 问题是他说杀了女朋友 这个讯息让锦销很震撼 男子留在顶楼围墙上有背包和墨镜 赶紧打开背包 发现有男子穿了衣裤 上头沾满了血迹 这下糟了男子真有可能杀了人 从中心转过来 那时候有一个马姓的宣判 他杀害了他的女朋友 那他的地点 经过他的电话 查证是住在中和的南山路 希望我们赶快过去看 我们就马上通知中和派所的同仁 过去的时候刚好他的继父刚下班回来 那我们告诉他他还不晓得 他进门以后 他要进去房间一敲门 没有反应打开以后 就发现他背面被盖住 被凶杀 没有生命的迹象 他的颈部气管都切断了 但是看起来杀得很惨 那鼻子也不见了 双眼也看得塌下去 脸部惨糟毁容 眼睛鼻子都不见 夜市的检察官说没看过这么惨的死状 似责的脸部几乎着五个人 那眼睛可能有被挖控的情况 然后他颈部有一个贯穿的一个伤势 大概主要自明杀在这边 有什么神仇大恨 让男子不仅杀了女朋友 还要毁了他的容貌 遇害的杨姓女子才21岁 出生在香港 父母亲离婚之后 在香港经营贸易公司的母亲 带着女儿来台湾顶居 天生高尔夫球教练后再婚 就是当天帮警方开门的季步 而杨姓女子在台湾完成高中学业 因为英文成绩优异 还曾代表学校参加英文团体歌唱比赛 获得第二名 不几次才一定漂亮 漂亮多了 真的 真的 早上我才看了不几次 这照片哪有漂亮 真的比他一定漂亮 长相很甜美 在学校念书时让男同学相当倾倒 有许多追求者 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应该是对方不晓得交友 这种感情的问题 谁都很难说 很意外 对啊 从媒体获知这项消息 校方相当惊讶与不舍 而杨姓女子喜欢成熟又俊俏帅气的男生 高三下学期有一回外出游玩 才认识现在的马姓男朋友 两人交往三年 我是有看过一次的 就是她好像有一个整个人带她回来 邻居会这么说 是因为两人的确有年龄上的差距 杨姓女子的家人起初很反对 两人交往 年龄多少岁 说大八岁了 八岁 我说八岁也大啊 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太适合 后来后来又说大十几岁了 我更不愿意了 实际上男子大了女朋友整整十八岁 杨姓女最后看在女儿这么深爱对方 还为此放弃到日本留学 只能无奈接受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 对方竟然还有所欺瞒 这个凶手还有离婚 是 是 对 昨天才知道 昨天才知道 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她讲的香港人应该是她前妻 对不对 对 是 那个骗了她的钱 原来马姓男子留在现场 一张字街潦草的字条 写着一名女子名字 还有大陆香港子魂字眼 对照着她跳楼前 口中说遭到香港女子的血钱 这么前后对起来 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 自己过去曾有一段婚姻 继续几乎被前妻拿走了 难怪两人在外同居 都得靠杨姓女子到药妆店打工 外加进步每月提供的 两万元零用金来过活 我给我女儿是发现 我从来不会欺负 根本不可能靠这个男生 他怎么可能啊 几年五年已经没有工作了 马姓男子表面上 虽然是留学美国的硕士 还谎称在一家美商公司服务 但实际上却因为精神不稳定 根本没有工作 杨家仁曾一路询问马男的母亲 他不仅否认 还不断缩合两人继续交往 他应该负完全责任 他妈妈 这么说 这些事情都将他儿子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女儿子跟他儿子存在一起呢 对不对 因为这些方面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他儿子的情况 男子占有欲太强 老师疑神疑鬼打电话查情 女子终于受不了 要求分手搬回家住 没想到一个礼拜后的上午 男子戴着压食帽潜入女朋友家中 三十五分钟后 监视器画面看到他没戴帽子 换穿短裤 慌张地跑步离开 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杀了女朋友 换下血衣血裤逃出现场 杨兴林子的母亲被突出气 雅迪貌言的则是马姓男子的父亲 这个什么话跟家子说的 还一声道歉吗 唯一的独生子杀害女朋友 他向女方父母说出 杨子不叫父亲过的道歉 但是已经挽回不了年轻性命 马姓男子在杀害女朋友后搭乘捷运 冲进前总统李登辉台中院办公室 位置的这一栋大楼顶楼跳楼巡段 不过女子遗体上被挖去的双眼 和被削去的鼻子在哪里呢 却成了谜团 简简怀疑被马姓男子带走 不知道是丢到哪里 还是吞食下肚 惊悚的情节 直到解剖厌尸才恍然大悟 鼻子本来以为说这个鼻子被削走了 但是后来经过解剖以后 发现是鼻肉怪翻 然后拉整以后发现鼻子没有不见了 基本上还是紧布的这一刀 但紧布的这一刀可能不是一刀 是可能有被连续或接续的一个剁的情形 眼珠也是经过解剖以后 才发现是因为眼球被刺破 是萎缩了 这神像里面 所以眼球还是算是在里面 原来全身主要的十一处刀伤 其中五刀全部集中在脸部 因为下手太狠毒 才让女子的眼皮被削翻 以及刺穿凹陷 华一在此者颈部切口深处 发现一小块刀子碎片 是砍尽固时太过用力 导致刀子乱裂 是另外一半 我也很重要的一个 属于个人自我的一个财产 那所以当这样子一个问题的情况 我分手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那也有导致所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以张张和同学出友的照片 纪念着阳性女子 年轻却早逝的青春 就大家都祝她一路好走 就不要留意 不要争论 就没有同学还是很想她 大家都很想她 要很久啦 但是可能永远永远没有办法 所以我 这个是一个借境 希望 希望孩子们好好听自己家里的话 萌波美丽的身影 却因为遇上恐怖情人丢了性命 根据内政部家暴统计 光是民国一百年一整年的通报借数 高达十一万多件 其中身为亲密爱人的 婚姻或是同志关系的受害人 有五万六千多名 占了将近一半 其中有超过九成是女性